看过没练过 等于没看过 嗨同学们我是孟觉 这个视频我们来讲一讲 蝶泳打腿滑手节奏的配合 的路上模仿练习 在不久的将来呀 同学们学会蝶泳 肯定是先学会这样子的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手和腿的配合 手入水打一次腿 手开始滑打第二次腿 这种蝶泳是一个比较初级的 尤其来比较轻松的模式 也是初学者会先掌握的一种模式 但随着同学们不断的努力 就可以进步到这个样子 手入水打一次腿 这个没变 但是手开始滑 同学们注意 腿没有往下踢 手继续滑继续滑 再进入到推水的阶段 腿开始往下踢 手往后推直 腿也往下踢到底了 这种模式的蝶泳呢 就比较进阶 尤其来动作连贯 衔接的紧 频率快 配合节奏强 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要练的就是 手入水打一次腿 手往后推直 打一次腿的进阶模式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在问 啊老师老师 你为什么直接教那个进阶的 这不是入门吗 你跟我来 路上模仿练习 我们的手 往后 往前 两个点 做好 腿呢跟之前一样 点下地 当做打一次蝶泳腿 我们这里练的是什么来着 打腿和滑手的配合 对不对 所以这里仍然是不太需要去注意 抱水推水 然后腿这么 摆腰扭屁股 把动作节奏做好 就可以了 好吧 手的节奏 一 二 一 二 后面 前面 这没什么问题吧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腿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接下来是配合起来 一 手往后推直的时候 脚点下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连弯一点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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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同学 你站起来 找个墙 旁边加个手机 一二一二这么做 两个八拍 然后看一下手机里的自己 这个手往后伸直 和脚点下地 是不是 同时 这么 做出来的 百分之八十的人做不出来 他们都做成什么样啊 手伸到前面 也就是我们入水的时候 打一次腿 没什么问题 那第二次腿呢 手一开始滑 就忍不住要打了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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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这就是为什么不需要练那个初级的节奏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会 你们的出场设置就是这么样子的 就好像一开始练换气 不需要练嘴巴在水里面吐泡泡 而只需要练鼻子在水里面吐泡泡一样 为什么呢 谁不会嘴巴在水里面吐泡泡啊 谁不会呀 是不是 你一个人说来去水里面吐泡泡 有几个人会直接用鼻子吐啊 好 手 入水 前伸 摆一次腿 这个节奏没什么问题 那往后这一次该怎么个练习呢 很简单 分开去练习就行了 大手臂夹住 不用动 小手臂 往后推直 推直 一 二 三 没什么问题吧 腿呢配合到上 抬起来 往后推直 点下去 一 低 嗯 配合好 配合好 感觉没什么问题了啊 入水打一次腿 首先动 退水打一次腿 入水 退水 入水 退水 一 二 一 二 接下来呢 两贯子做一做 一 二 手先动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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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个就叫做节奏 可能几个别的同学 在这个打腿和滑手的配合练习中 他总感觉怎么样啊 哎呀 哎 教练你看 我这个腿太快了 手跟不上怎么办啊 你看我这个手 同学啊 手跟不上 是不是可以试着把腿的节奏放慢一点啊 一定要这个样子吗 来数个节奏啊 数个节奏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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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再接下来一步 我们 在水中有跌涌弹滑手 不是抬头换气的啊 那个太累了 像那个自由一样 转头换气 所以这里呢 我们加上换气的配合 手往后滑 侧身 转头 跟那个自由一样啊 一 二 一 二 加上腿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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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要练习 一 二 一 二 那在练蝶泳弹滑手的过程中 一次滑手一次换气啊 没那个必要 气还够 而且脑壳也容易晕 两次滑手一次换气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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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绝对做不出来的 那有的同学实在是不愿意 在这个阶段去练这个东西 没关系 你记着有这个东西在 哪天你在水里面想要连贯起来 但是连贯不起来的时候 回来看一看 练一练 好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